白帶尼小教堂是香港最受歡迎的婚禮場地之一 自2009年以來,連續當年獲得最佳婚禮場地的獎項 白帶尼由奧塞神父興建 奧塞神父後來成為了日本主教 相傳,他在日本當地都興建了一座跟白帶尼相似的教堂 但是那一座教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被炸毀 白帶尼小教堂是香港罕見的新歌德式教堂 頂部建設了仿十三世紀法國歌德式支柱 裡面的拱形園頂就參考了中世紀的建築風格 教堂裡面兩側的六個空間本來各設了祭壇 給住在白帶尼的神父重驚 2003年,香港演藝學院接收這棟建築物的時候 教堂裡面的內部層設都被移走 當年,修復團隊用了三年的時間去找些文物 彩色玻璃原本在1875年的時候在法國塗魯茲製造 在1974年,白帶尼業權售出的時候被移走 在80年代,自父花園重修的時候發現 由於來歷不明,於是移了去政府倉庫 修復過程中找回九線 其餘的十線就在聖若漢座堂的協作下 學院仿照了原本的圖案複製 原來雕刻精細的製台、製台屏風 聖體難和製衣室門 現在聖蒙天主教香港教區借出擺放 教堂大門經過復修 現在重裝在小教堂 牆壁上面原本有十二門徒的聖像 但無論巴黎外方全教會 還是天主教香港教區均無聖像的紀錄 最後,我們在附近的一間女學校的美術室 找到其中三個聖像 聖保錄、聖多麥和聖馬鬥 學院以直支導母科技將那三個聖像複製 而聖白多錄像現在就在美國 學院亦都根據他的相片複製 教堂的西面牆上有紀念白帶尼第一位院長 白得禮神父的石碑 上面刻有取自針延的拉丁文 善心的人必得尚主喜悅 小教堂原本是鋪滿現在兩邊的首繪地磚 但由於破舊和修補 現在只剩下兩旁所見的面貌 小教堂的大門在1974年的時候 被移至巴黎外方全教會的新會寺作大門之用 得到教會慷慨的同意之下 復修團隊將大門裝回教堂入面 令他回復當年的面貌 剩下的最高的地方 努力將大門裝回教堂入面貌 剩下的小道具